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沈蕙蘭 那現在呢 有越來越多的朋友 在週休二日的時候 都喜歡開著車到戶外去走一走 比方说像是去烤肉啊 露营啊 或者是去钓鱼之类的 所以都会希望说 最好车子开起来 能够有类似像SUV一样 高一点的底盘 开起来又希望有房车的驾驭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所谓的CUV跨界车型 会这么受到欢迎的原因 Torta也为了要满足消费者 在这方面的需求 在今年的1月初 发表了以Yaris为基础的 Yaris Crossover的这个车型 那目前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售价64万9的经典款 还有待会要试价的 69万5豪华版的这两个版本 而且呢现在到农历年前 有限量300台 订车优惠1万块的名额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看完 影片之后很心动的话 就要赶快把握机会哦 现在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Yaris Crossover它的一个设计的重点还有特色 基本上呢在外观的设计啊 内装的铺陈啊 动力部分跟现行版的Yaris 几乎都是一样的 可是呢为了要凸显它跨界CUV的 这样的一个特色跟风格 所以它在小地方有做了一些调整 比方说底下的这个黑色的试盖 它这个试盖是用黑色来做处理 像它车头底下这边 两边是用黑色的防刮材质 还有底下的这个雾银色的下护板 那这样我们如果再经过一些高低落差的地方呢 才能够保护你的底盘 不会磨伤哦 还有呢就是因为今天来的是豪华版 所以它呢在车头的部分 是多了一个雾灯哦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侧的部分 不管你是经典版或是豪华版 都是配置这一款16寸双色的削切铝圈 看起来还蛮动感的 那你也会发现说因为它是跨界CUV的关系 所以呢它整个车侧 包括它这个轮拱的部分 还有车侧的下方 都是用黑色的防刮材质 而且呢我觉得它的这一个轮拱啊 做的还蛮突出的 看起来很有立体感 至于车顶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黑色的行李箱试条 它的这个后照镜也是用黑色来做铺陈 那如果呢你希望看起来更有特色的话呢 你也可以加下1万块选择黑色的车顶 让它整个车身变凸痛的一个设计哦 来看起来达到一个更护炫 而且更有个性的一个视觉效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哦 大家应该有发现它的离地高呢 比一般的现行版的这个Yaris高了大概3公分 现行版的Yaris呢 离地高是18公分左右 Yaris Crossover呢 为了要让你能够去更多落差更大的一个地形 所以它的离地高是21公分哦 那这样子你去野外的时候啊 如果遇到落差真的比较大的地形哦 比较不容易把底盘啊 或是排气管给磨伤 那至于在车尾的部分哦 不管你是选择哪一个版本 都有一个很有造型的大尾翼以外呢 那如果你是像今天的豪华版 它会有LED的光调式的尾灯哦 那至于在车尾的部分 像在车尾的最下缘 也一样有这个黑色的防刮材质 那在动力的部分呢 Yaris Crossover跟现行版的Yaris 同样都是配置 油耗跟妥善率都很好的 这个1.5升的自然进气的引擎哦 可以输出最大的马力是107匹 最大的扭力是14.3公斤米 搭配的是CVT的变速箱哦 那它的油耗表现呢 一样是每公升可以跑到16.4公里 那我们现在坐进来 Yaris Crossover的这个车室里面哦 那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它其实就是以现行版的Yaris为基础 所以基本上呢 它的车长车宽轴距车室空间呢 跟Yaris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车高的部分哦 它因为离地高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它在车高的部分是比现行版的Yaris 多了大概3.5公分 那在内装的部分哦 你应该有发现它基本上 它的所有的这个陈设呢 都是跟Yaris是一样的 可是呢 原厂帮它设计了一个咖啡色黑色的 2-tone的一个双色配置哦 那这个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不管你是选经典版 或者是选这个豪华版 都是一样是这种双色内装 而且呢 如果你是选豪华版的话呢 你还会有像这个三幅的 真皮的方向盘 座椅的材质也会变成真皮的 还有甚至是这个排档头上面 也是用真皮来做包覆 那让它整体的质感呢 再往上再提升 还有就是如果是豪华版的话 还会多了像是定速啊 还有像音响的控制键 Support的一个驾驶模式 以及Smart Entry 还有这个Push Start 好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 今天试驾Yaris Crossover的一个心得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八斗子 没错我就是基隆八斗子 因为你知道就是一开到这种 Crossover跨界的车 就会很想去走一走 那虽然今天天空不作美 有点下雨 不过也刚好呢 做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 那其实Yaris Crossover呢 它的这个悬吊系统 跟Yaris一样 都是前脉花呈后扭力量 但是呢 因为它是CUV的一个车型 所以在悬吊的可能行程啊 还有像是软硬度的调整上呢 会跟Yaris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刚才在前面有提到 它的车高大概是多了3.5公分 那离地的高度 也大概是多了3公分左右 那刚才我从台北要开来 基隆的这一段路上 在高速公路上 因为下雨天 那在时速100的状况下 事实上我们一般都会担心说 如果车高比较高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在高速的时候 会比较晃或是说它的这一个支撑性 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感觉 那但是我刚才在开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它在时速100的时候 它的一个行驶上的差异 它的稳定感呢 跟一般的这个Yaris呢 相差不会太远 也就是它的稳定性还是蛮好的 那像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滨海公路上 其实你比方说像是 直速60来讲 然后又是下雨天 你会发现说 它的悬吊的反应呢 并不会因为它的车高 高了3.5公分 或是离地高多了3公分的关系 然后让你觉得说 整台车就变得比较漂浮啊 或者说是不是稳定性会比较不好 我觉得基本上在应付台湾的路况 比方说高速公路 或是像这种滨海公路市区驾驶来讲呢 都是很OK的 那至于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基本上呢 如果是以今天这一个豪华版来讲呢 它的安全配备也算非常的齐全 比方说像是它有漆气囊 然后它有像熏机防滑 然后像刹车的一些电子辅助系统 这些都有以外呢 它也有像是比方说 斜坡起步的辅助系统 这一些通通都有 所以基本上安全配备的部分 跟现行版的Yaris的规格 都是大同小异的 那既然呢 它在很多的方面 都跟Yaris很类似 那为什么会选择Yaris Crossover的原因 它的优点是什么 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常去户外的朋友 那因为它的离地高 真的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你去一些落差比较大的地形 的确是可以比较保护到你的底盘 或是排气管不受磨损 因为我之前真的就有朋友去露营 然后就把排气管给撞破了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一些落差比较大的地形 这样子一个高底盘的设计呢 的确还是会比原先的仙背车型来的 要有一些优势 那再来就是 因为它车高比较高的关系 那我刚坐上驾驶座 虽然说我现在的驾驶座姿 是椅子是调到最低 可是我就会发现说 如果我把Yaris的座椅 也降到最低来讲的话呢 它的视野因为高了一点 所以其实会看起来更没有死角 然后它的视野呢 也会感觉更良好 你在驾驶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那个轻松感会更明显一点 所以我觉得驾驶视野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之一 尤其是如果是身高比较娇小的女生的话 那你又怕开SUV太高的话 基本上像这样子刚刚好的一个高度 就还蛮适合女生开的 那今天的试驾呢 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 像Yaris已经在它这个集聚当中 连续12年都是销售冠军 因为它有蛮多的一个优点 比方说它的油耗很好 那它的这个火山绿也很好 那再加上它驾驶起来很轻巧 那我觉得Yaris Crossover呢 它其实就是保有Yaris原先的这些优点以外 它还多了像是底盘高了三公分 可以让你去更多地形更放心的一个优势 还有像它的驾驶质也更宽阔以外 还有就是它的造型 我觉得它的外型也更有特色 而且呢它的车架跟Yaris差不多 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新的选择 如果你喜欢常常出去户外 希望可以有比较不一样的特色的外型 那我想Yaris Crossover呢 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是沈慧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